下面播发央视快评 切实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抓实抓细抓落地 各地既要围绕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抓好疫情防控的重点环节 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制 又要强化物资保障 尤其是医疗物资等的供应保障 加快推动企业复工达产 对紧缺物资要进行统一调拨 优先保障重点地区需要 同时要严格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 和菜篮子市长责任制 持续做好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工作 只要我们再接再厉 持续发力 顽强作战 毫不放松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就一定能尽快迎来疫情防控的拐点 夺取最后的胜利